我現在在台南的三化區 那這邊有一家叫八方園的烤鴨店 它很特別 它有一個叫做烤鴨前廳堡 我們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烤鴨前廳堡一個139塊 把它出去 哇很特別哦 等一下我再給大家看一下那個金銀包打的鴨鴨 大家看到啊 這就是剛剛那個八方園烤鴨的一個盒子 看起來很精緻耶 不過它其實不便宜 一個要139塊 那等一下我們找的地方 我再來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到底長怎麼樣 現在我回到車上 因為台南真的太熱了 我就會在車上開箱 那大家看得到畫面 它是整隻鴨去骨之後呢 把鴨肉剝開 然後呢混上美乃滋跟芹菜 好像還有一些蔥 下面還有一些那個生菜 填滿整個的芹林堡 可是我現在覺得有點不妙耶 因為它上面看它白白很多的那個沙拉醬 也是美乃滋 我怕等一下吃起來會有點甜 可能它那美食很多 但是大多帶甜味啦 這個我有點擔心 等一下我吃一下再看看 感覺是怎麼樣 好啦大家 我咬了幾口 我後來發現呢 它很特別哦 它的麵包不是一般錢林堡的麵包 它是法國麵包 那我剛才擔心的那個鴨肉上面那個白色的醬 會是甜的 不會 它是鹹的 然後它的鴨肉呢 整個吃起來 它說是櫻桃鴨啦 吃起來是蠻Q的 那有些地方的那個鴨皮啊 烤鴨的皮 還是脆脆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下次來路大家有來散化 可以考慮一下 那它其實它除了賣這個錢林堡以外 它有賣那個櫻桃烤鴨是整隻的 也有半隻 當然我們現在是出外來旅遊啦 你買個一隻半隻有點麻煩 不知道怎麼吃 就買個錢林堡吃一下鴨肉 欸 口感還不錯 推薦給大家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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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